這條題目有少少勾思,不過我們用一個概念去想,都可以的 其實是在講 equator 的平衡,以及在 north pole 的平衡的分別 其實是講的,它們兩個地方位置的Grafatural Futurum 的分別 地球正在轉的,你想想,就是在原著一個軸,在南北極有一個軸 有一個人站在南北極,一個人站在 equator 其實在南北極位置的時候,它是沒有怎麼轉 它是在自轉,但是在 equator 它被人拼了出來,所以兩個G會有少少不同 當然是拼出去就會小一點,因為好像被人拼了出來,很像啦,就是這樣理解 如果平衡的 reading 會怎樣呢,就是它慢慢去 decrease 就是因為呢,當它的轉速加快的時候,也都對的,那為什麼呢 那用回剛才的想像,就是因為不轉呢,那整個Grafatural Futurum 是最大的 那,如果它轉的時候,Racerfacial Field Strain,它感受到就會小一點 那所以轉得越快,它感受到就越小了 那這個小小是concept的東西來的,啊